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多数明星其实是没有什么资格去发声的 有资格发声的是明星背后的资本 记忆明星背后的经纪公司 或者拥有该明星所属权的公司 况且背后的大佬 谁在意这些小众圈子的死活呀 他们在意的是大量围观人士看到肖战被声讨 从而导致肖战的商业价值降低 根本没有人在意什么道歉不道歉之类的 肖战世界里面涉及的问题比较多 其究竟发不发声如何发声 根本就不是他所能够决定的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站在肖战背后的有哪些人有资格发声 肖战背后第一层 初出茅庐的资本 艺人经纪院 众所周知 肖战是从X九少年团出道的 X九少年团所属的公司叫做哇唧唧哇 而我们所说的肖战的艺人经纪院 便是签约在了这家公司 艺人经纪院是什么呢 我们通俗易懂一些 就告诉大家这是一张卖身器 当你们的idol一签这张约的话 它就已经丧失了对自身的控制权 成为了一个资本工具 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看肖战背后的公司 哇唧唧哇 根据天眼查股权穿透之后 你会知道背后的实际控制人 叫做龙丹妮 她被称为选秀之母 捧出了李雨春 华晨宇 张洁和洁 魏晨等一众的明星 娱乐圈最有声望的造星人之一 简单的理解就是人脉广 能量大 哇唧唧哇娱乐 就是它在天语传媒之后 出来自己创业所成立的公司 根据融资情况 我们可以了解到 算是和腾讯系捆绑的较深的娱乐公司 所以帮腾讯独家打造的创造101 明日之死 也算是顺理成章了 至于这人如何 我们不予评价 你只要知道 他是哇唧唧娃娱乐背后的大佬 有资格决定肖战发生的人之一就行了 肖战背后资本的第二层 破圈吸睛背后商务经济约 肖战自从19年靠着陈行令走红 然后又接着就冲朱仙 真正走上一线流量的咖位之后 也算是熬出头了 那么在熬出头之后 背后的公司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 如何通过肖战这个工具赶紧捞金 于是就开始有了商务经济约 商务经济约指的就是 哇唧唧哇将肖战这个产品的商务代理权 交给了某家公司 由这一家公司在市场上帮忙进行代言 商务活动的安排 大家理解成就是帮忙拉皮条赚钱就行 而肖战的商务约就在和宋传媒的手下 那么和宋传媒又是谁呢 我们又可以用一下老朋友天眼来查了 重点信息已经标注 这家公司背后是由老牌的舆论大佬所成立的公司 柏纳影业是其第二大股东 柏纳影业是谁 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你只要记住中国第一家登陆 纳斯达克上市的本土影业公司就是柏纳 这其实对于肖战来说是一件好事 和宋传媒这种背景深厚的公司也意味着 有着极其丰厚的商业资源 所以为什么肖战一有人气之后 就能够有这么多的代言和商广 但是同样的肖战出事之后 没有人敢得罪这位大佬 同样和宋传媒也可以决定他的话语权 肖战背后资本第三层 影视流量的深度捆绑 肖战的影视约可以说是肖战现在最重要的签约了 没有之一 毕竟这是肖战获得人气的基础 与在演艺圈立足的根本 而肖战的影视约的背后就算是真正的大佬了 首先我们点开肖战的参与的各种作品 大家可以看得到 出现比较多的便是心理传媒和腾讯系的公司了 而心理传媒18年就被粤文集团收购了 并签下了对赌协议 三年净利润不能够低于579亿元 但是心理传媒并没有完成业绩的承诺 最近疫情更是雪上加霜 估摸着近年也凉了 对赌基本上算是肯定失败了 总而言之就是肖战的影视约 其实是被企鹅系强绑定的 他的影视资源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心理或者相关公司 所以心理也同样可以决定他的话语权 除了上面的三家以外 肖战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合约 但是因为权限不够或者影响有限 并没有什么办法去决定他能否说话 但是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出 肖战只是一个资本流量明星生产线之下的资本工具人而已 还远远不足以成为资本的本身 成为资本本身的标志 可以看合宋传媒是由哪些人成立的 理经了这些之后 我们来看为什么肖战一直没法发声 首先看经济约的部分 首先这件事情虽然对肖战产争了许多的负面影响 但是其本身并不是肖战本身的原因 甚至于肖战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方 所以在他们的合同上既不属于不可抗力 又不属于主观违约 再看商务约的部分 事情严重之后 很多品牌因为受到抵制 所以肯定会暂停合作 李佳琪之前在直播的时候 也临时撤下了肖战代言的欧类产品 而后面的很多品牌方 肯定会把肖战列为风险艺人 而不会选择与其合作 毕竟对于品牌方来说 不出错是最重要的 同样对于很多已经签约的品牌方 当然是一定会进行索赔的 毕竟品牌方的损失是看得见的 从这来看商务约是肯定有损失的 最后看影视约部分 肖战这一次对很多路人来说 肯定会有大批的路转黑的情况 而且败路人员 所以会对肖战的整个发展 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影视公司同样也会在观望 是否要调换对应的演艺人员 但是依旧和经济约一样的尴尬的部分 不是肖战主动为之 又不算不可抗力 就看索赔后的法院怎么来界定了 各方利益集团的损失是摆在明面上的 只是里面有着一些难以名状的模糊点 就是这事不是你肖战主动做的 大家都不想撕破脸皮 所以肖战的发言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是维护路人粉的好感度 还是维持粉丝的稳定性 还是一个人扛下所有的锅呢 各方面利益的博弈之下 是很难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的 毕竟有一方不同意 那么一场诉讼大战是逃不过的了 所以这也是为何肖战在出事之后 迟迟不能够发言的原因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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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